數百日本人星期六在東京舉行反核示威 核電問題成為福島核災後 日本首次全國選舉前的熱門議題 新組建的日本未來黨成員加入抗議的行列 抗議人士不斷強調去連福島核電站的核災事故 星期日選舉的候選人日本未來黨黨魁發表政綱 要求在10年內關閉所有核子反應堆 民意調查顯示 遲親核立場的日本自民黨 預計將會從民主黨手中奪回政權